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20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7月21号星期五 本来今天想换个话题了 因为秦刚傅小田的这个料几乎被挖的差不多了 可是没理想到啊 还是有很多的新料又爆了出来 而且更劲爆 请大家完整看完今天的节目 到最后我们的猛料就一直穿插在这个节目的始终 先跟大家说一个最新的爆料 就是秦刚的家世背景 后面也会提到关于傅小田的最新爆料 也是关于他的家世背景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明这两个爆料我都不能去证实 但是也都没有办法证伪 我们先说秦刚 据爆料消息 秦刚的爷爷是秦立真 最早是刘少奇的秘书 后来被派到国外任大使 秦立真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儿子长子秦小浩 也就是秦刚的父亲 次子秦小英 也就是秦刚的叔叔 后来任中共外宣办副主任 财经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秦立真的女儿秦小梅 也曾任中共驻外大使 秦小梅的丈夫 就是前中共外交部长李兆兴 李兆兴退休之后 在北京昌平大王庄 买了一块地建了个花园别墅 他的外交部朋友和李家秦家的亲戚 包括秦刚本人经常去那里聚会 据爆料者自己说 在聚会的场合当中 曾经见到过李兆兴和秦刚 秦刚的叔叔秦小英生有一个女儿 叫秦峰 是秦刚的堂妹 也就是现任的凤凰卫视主持人 采访总监综合台台长 正是秦峰给傅小田下的令 对秦刚进行采访 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 曾经谈到过 傅小田曾经有一次在微博中 跟人对话 表示跟孩子的爸爸沟通不畅 据爆料人指出 这个秦峰就是傅小田 诉说的那个中间人 如果这个爆料是属实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秦家人 对傅小田的这件事应该说是知情的 最起码秦刚的堂妹秦峰是知情的 所以才有傅小田和秦峰这样的沟通 关于秦刚的家世情况 我们因为不能查证 所以也就只能说这么多 下面我们转入正题 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有记者又问起了关于秦刚的问题 这次发言人毛宁表算的还算克制一些 在记者提问结束之后 淡淡的回应了一句 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不过驻美大使谢峰的表现 则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昨天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 主持人也是新媒体公司 红绿灯创始特约编辑史蒂夫·克莱门斯 他也问到了秦刚的问题 克莱门斯是借着美国前国务卿 基金阁访问北京这件事 顺竿爬 爬到了秦刚的问题 他表示基金阁会见了网易和李尚福 是不是有机会与外长秦刚会面 谢峰说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说完了这句话 谢峰就把脸转向了台下 引发出了一阵开心的笑声 当然他自己笑的也是很开心 声音很爽朗 台下也是爆出哄笑 随后克莱门斯追问 说就这些没有了 谢峰则表示 还有他会见到更多人 然后克莱门斯耍 我们对前外长 我不应该这样说 应该是现任外长 前驻美大使的情况有兴趣 他去年在这个讲台上发过言 爱德华 卢斯采访了他 我们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如何 我发誓 我以为他可能在做秘密外交 基金阁去那里会和秦刚接触 但是这方面消息还没出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希望你给我们点独家消息 大家注意 克莱门斯这段问话 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他先说了前外长 然后马上更正说 我不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现任外长 前驻美大使 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主持人 一个真正的资深媒体人 我不认为克莱门斯说出的 这个前外长 这是一个口误 我不认为是口误这个说法 尽管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我反倒认为 这是克莱门斯故意卖的破绽 用这样的方式来投石问路 秦刚事件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 克莱门斯也是一样 否则他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的 另外搞清楚人物的身份 这也是一个媒体人的基本素养 何况克莱门斯这种资深的媒体人呢 而且他也清楚 秦刚问题是中共的祭典 谢峰不可能正面回答 可人们又都想了解一下秦刚现在的情况 那怎么办 克莱门斯经验丰富就体现在这了 他用前外长这个称呼 砸向了谢峰 砸向了中共的敏感部位 然后就通过观察受访者的反应 得出人们想知道的情况 不能不说这个克莱门斯的确老辣 勉力苍真 而谢峰的回答和表现的确让人觉得有问题了 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就此事向媒体做了简报 感谢你的关心 然后呢 在场的与会者又一次爆出笑声 人们笑什么呀 因为通过谢峰的这个回答和他的表现 人们已经捕捉到了想要的信息了 谢峰的笑不是那种礼貌式的微笑 而是爆发出自然的笑容 看不出任何尴尬的迹象 他的笑声爽朗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声 似乎很开心 我在前面的节目中曾经两次提到 秦刚和傅小田事发就是谢峰给捅出去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翻看一下我在前面的节目 这儿呢就不重复了 这是有爆料说谢峰给捅出去的 一位网友啊 还以谢峰的口气呢 在留言中表示说 就是我举报的等着看笑话呢 至于他说就秦刚的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向媒体做了简报 这个呢就是在打太极了 因为中共外交部的两名发言人 汪文斌和毛宁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他们都表示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顶头上司的信息都不知道 秦刚哪去了 外交部都没有信息提供 这说明什么呢 谢峰的洗行余色又说明什么呢 而且网友们发现 胡锡进在15号的微博中 已经有所暗示了 胡锡进当时写了这么一段话 有时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关心 又不能在舆论场谈论 这样的情况应该尽量少 还是会有些事情在一段时间里很敏感 或者有密集 不好公开议论 这可以理解 但这种情况的持续时间要尽量短 总之 保持事物的环境 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需要取得平衡 胡锡进这段话明显是在影射 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秦刚 而中共讳莫如深这个背景之下 他的这段话很自然就会让人将秦刚 与他的这段话联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 胡锡进很可能就是在用这种打哑谜的方式 在暗示秦刚出了问题了 而且很敏感 那么这种情况下 秦刚还有付出的希望吗 难哪 比数到还难 最起码在八月份之前 他的事儿就很难有定论 甚至可能在八月上旬都不太可能有定论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昨天还有一个对秦刚相当不利的消息 就是中共外交部发出的一份 公告 7月24号25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集团高级峰会 仍然是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前往参加 而且呢 王毅在参加会议之后 还将访问 还将访问尼日利亚 肯尼亚 南非和土耳其四个国家 金砖会议7月25号结束 然后访问四个国家 分别以一天的最短访问行程来计算的话 那么王毅回国的时间最早也是在7月29号 或者是在7月30号 那照这样来分析 7月的整个外事活动都是由王毅在主持的 也就是说在7月30号之前 中共外长秦刚仍然不能理政 即使秦刚最终不会有事 他在这个7月也不可能公开露面了 不过目前的这个中共外交部官网显示的信息呢 秦刚仍然是中共外长 还没有变化 由此就可以判断习近平当局可能对秦刚的问题 仍然没有定论 有这么一个需要注意的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正在100岁高龄访问北京 并且最新消息显示 他今天已经和习近平进行了会面了 有网络消息说 基辛格这次的访华行程是受人之托 据说秦刚的妻子林彦为了营救丈夫 请这位中共的老朋友基辛格来做说客 希望通过基辛格向习近平的求情 将秦刚给保下来 这个消息同样没有办法证实 外界不知道是不是确有其事 因为现在的中共也是非常希望基辛格来访华的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在后面会谈到 这里先说关于秦刚的内容 其实基辛格如果真替秦刚求情 中共的媒体也不会报道 而且基辛格就算是向习近平求情 习近平也未必会直接给他一个答应 这还要看中共各帮派之间的谈判勾兑情况 大家知道每年的7月底8月初 中共的各个帮派权贵利益阶层都要到北戴河开闭门会议 虽然中共从不报道这个闭门会议 但是事实上这个会议对中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共各个集团的人事安排 各个帮派的利益瓜分 都是在这个闭门会议上内定好了的 也就是说秦刚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个会议上进行讨论 各个帮派之间可能都会拿秦刚这件事讨价还价 然后在权衡各方面的利益需求 才能决定秦刚是气是流如何处理 根据往年的日程情况 这个北戴河会议的结束时间通常是在8月10号前后 那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秦刚最终如何处理 可能最早也得在8月10号前后才有定论 如果是我们分析的这样的话 那么秦刚平安复出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当低了 复出的难度比数到都难 因为网易替代秦刚的这个中共外长事务 即使是到他下次外访回国的这个时间 也是已经超过了一个月了 如果到北戴河会议结束 那就已经接近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 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定论 一方面是说明中共内部的这个打斗非常厉害 习近平现在有点举气不定 另一方面也是反映着秦刚的问题不小 不仅仅是跟傅小田有一个私生子的问题 今天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再次接受大纪元的采访 他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他的中共外交部前同事透露 秦刚果然涉及到中共火箭军泄灭的问题 但跟之前的说法有那么一点区别 据陈用林的前同事表示 今年5月美国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秘密访华 曾与蔡奇等中共官员进行会晤 可能是伯恩斯有意无意说了什么事 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之后就爆出火箭军腐败的问题 伯恩斯秘密访华之后 中共就开始对火箭军在国外的家属情况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应该都是火箭军高官的孩子老婆等 可能怀疑火箭军的最新发展情况被美国掌握 是否跟这些在国外的家属有关系 陈用林透露 秦刚有可能对这些家属进行了关照 陈用林分析认为 如果这些家属涉嫌泄灭的问题 那么秦刚关照他们就会受到牵连 尽管他自己没有涉密问题 但是他关照的那些人有可能泄密 也可能被怀疑泄密 这些事情被抖出来 需要时间去查清楚 最终的决定就要看深入调查的结果 这个结果一下子很难出来 所以就一直拖着 当然了这也是单方面的一个说法了 外界也是没有办法去查证的 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值得怀疑的地方 就是傅小田的情况 可能是一个让习近平进退美股的 一个很大的因素 还是拿这个小田花园来说 在西方国家大家都清楚 有些荣誉不是你凭花钱就能买过来的 即使你捐助的再多 也未必会让一所世界顶级名校 以一个人的名在来命名花园 所以这个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力量支撑 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份网络爆料 爆料人自称 从国外的某个要害部门工作的一位退休朋友那里 听说傅小田的爷爷 疑似是前中共人大委员长彭真 我顺这个线索查了一下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中共历任的人大委员长当中 只有一个人是姓傅的 就是彭真 彭真的原名叫傅茂公 1937年改名叫彭真 在公开报道中显示 傅小田的确曾经对人这样说过 说他自己是在北京长大的重庆女孩 他的爷爷是人大委员长 但是彭真与傅小田是不是真正的祖宋关系 我在公开的资料当中并没有查到 所以也不能确认彭真就是傅小田的爷爷 而且早有重庆北贝区的网友向我透露过 傅小田的爷爷是叫傅登云 他的父亲叫傅铁利 傅小田也曾对大陆媒体表示过 他出生在重庆北贝区的一个革命家庭 这跟最新的这份爆料是对不上号的 而且从傅小田公开的那个照片当中看 他父母的那个气质穿着打扮 都不太像中共高官的家庭子女 当然了这些也不能作为判断的证据 仅仅就是一个参考的信息而已 考虑到傅小田的身份 我们对他的身世还是抱持着质疑的态度的 谁知道彭真有没有私生子 谁知道傅小田是不是彭真私生子的后代 而且为了掩盖自己是燕子的身份 也不能排除傅小田在家事方面有作假的可能 如果这个彭真确实是傅小田的爷爷的话 那么傅小田在上学就业等等这些方面 包括在剑桥大学捐助花园这件事 他可以那么任性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傅小田的爷爷父亲确实是在北贝区 叫傅登云和傅铁利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他可以玩转北京大学剑桥大学 还可以玩转凤凰卫视和意大利使馆 这些随心所欲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有一位网友在推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这个推文很长 但是其中写了这样的几句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自己的父亲是两任市委书记 一任省厅厅长 儿子的爷爷是省级领导 但是家族中也没有人可以如此礼于跳龙门 而傅小田这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背后 一定是有一股不可描述的力量在托举着他 大家可能注意了 我这两天一直都在说傅小田是江泽民派系养的燕子 大家观察一下傅小田背后的那些人 全都是江泽民派系的 曾庆红之子曾伟 李鹏之女李小林和他的情夫李亮 恒大地产老板许家印 以及前深圳市长陈如贵等等等等 这些人几乎都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另外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 这更是江泽民的铁杆 是带有中共军方色彩的一个大间谍 这些江泽民派系的人在傅小田的身后 那么这只燕子是不是自然就带有江派色彩了呢 即使傅小田不是有意跟江派的人马走在一起 但是这种情况也自然会让习近平对他不放心 因为江泽民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死敌 谁能保证傅小田没有问题呢 秦刚是习近平比较气重的年轻官员 将他破格提拔到副国级 可能是作为后辈的力量在储备着 但是秦刚却跟这个江派色彩的傅小田 搅在了一起 纠缠在了一起 你这让习近平怎么想呢 好了 关于秦刚和傅小田内容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面我们来说基辛格访问北京这件事 我在前面就已经提到了 中共也是非常希望基辛格来访问北京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完蛋了 北京当局急切的盼望 中共的老朋友基辛格能够从中周旋 使美中关系恢复正常 以挽救中国经济 现阶段的美中关系 我们都知道格外紧张 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卡脖子 已经使中国的科技企业 几乎陷入到了绝境了 就快死了 最近的中国半导体行业巨头 长江存储的CEO陈南祥 讲了一番话 震撼了国内外 陈南祥在2023年 上海半导体展会上指出 中国芯片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 中国连买零件都成问题 设备几乎无法修复 仿佛变成了畸形摆设 长江存储这是中国顶尖的芯片企业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陈南祥的这番话 那也自然就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因此他这番话立刻就引起了现场的哗然 在业界引起了震撼 陈南祥接受的中国芯片产业 正在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困境 极其设备坏了 连维修都做不到 那你还提什么科技创新呢 一切都是耳系笑谈 这就意味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整个中国在这种状况下 将会在不久的时间 就会陷入到巨大的科技困境 而北京当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办法解决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中共急切盼望 基辛格能够发挥润滑技艺的作用 在美中两国间斡旋一下 以帮助北京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 基辛格这个人 大家是清楚的 当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尖兵 就是基辛格给促成的 换句话说 正是因为基辛格的推动 中共才有了接触西方的机会 所以基辛格一直被中共称为是老朋友 也正是因为基辛格帮助中共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所以中共对这个基辛格 如同家人 爱如上饼 对他有着与中共高官一样 甚至可能会超越中共高官的优待 有网友在百度百科当中 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基辛格曾经换过六个心脏 信息中显示 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在2022年的7月15号声明说 当天被基辛格做了第六次心脏手术 基辛格患六次心脏 也就意味着至少有六个人是献出了心脏 换句话说至少有六个人因为没有了心脏而死去了 那么这些心脏是从哪来的呢 众所周知 在美国患心脏非常困难 主要就是缺少匹配的供体 在美国做器官移植需要长时间的排队等着 等上几年那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只有一颗心脏啊 你捐给了别人你自己就不能活了 所以就只能是等 运气好的可以等到 运气不好 那可能等不到器官就会离世 可是在中共国就不一样了 咱们不夸张的说 在中共国 中共的高官想换就换 随时都可以换 因为中共找器官供体非常容易 有14亿普通百姓做中共的器官员 想找一个供体还不容易吗 那么大家进一步想 基辛格患的这个心脏 会不会也是来自中国呢 以中共对待他的这些态度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可能性非常大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说是故事呢 其实是确凿的真事 17号那天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公布了一份证词 这是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被活摘器官后 在临终前的遗言证词 被害人呢 是哈尔滨市的法轮功学员 张秀琴 2019年4月28号 在中共联勤保障部队 962医院 也就是原中共军队211医院 被活摘的器官 医院方面的人员在清理遗体的时候呢 恰好张秀琴苏醒了过来 被一位有良知的医生给发现了 这才使张秀琴能在遗留之际 亲口讲述 被绑架 被酷刑 被性强暴 被活摘 一个肾脏 等等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 把这个过程完整的讲述了出来 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这份证词 证词的网址呢 我就放在视频节目的下方了 旅居加拿大的郑志先生 他在看过这篇证词之后啊 真名实姓 接受了海外媒体 看中国的独家专访 1994年在沈阳陆军总医院 泌尿外科实习的郑志 讲述了自己亲眼目睹 并且参与活摘器官的 军事任务整个过程 郑志说啊 我是在1994年的时候 毕业实习在沈阳 我就亲自在活摘现场 当时在泌尿外科 做人体肾脏的采集 当天就是在现场 我就知道人是活的 因为当你手术刀下去的时候 那个血是喷出来的 而且流动的 郑志说 当第一个肾脏拿出来的时候 放在那保温盒的时候 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那个人是活的 因为我手扶着他的这个身体 不让他乱动 人在颤抖 郑志说 当时因为我还年轻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害怕 就是非常恐怖的这么一种场景 当人还活着的时候 这个器官就被摘取了 郑志表示呢 受害人被摘取器官之后 不是马上就死亡了 因为人脑死亡会有一个过程 相当一段时间 据郑志介绍 摘完器官后 那个止血钳就直接放在受害人的腹腔里头 防止血流的过多 郑志看到呢 那个人还在抽搐 因为怕他弹起来 所以当时命令我们用脚踩住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在地板上是扭曲的 非常痛苦的 郑志告诉看中国 当时是在车的地板上做的手术 在用照明灯照亮 那时候只看着我对面的这个医生 还很清楚 他在摘器官的时候 那个血就喷在我这个手套上 在亲眼目睹其他医生 活摘了两个肾脏和两只眼球后 郑志当时就虚脱了 那件事以后呢 郑志很快离开了那家医院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感觉快疯掉了 整个人几乎要崩溃了 直到现在那个恐怖的记忆 仍然没有办法抹掉 郑志还告诉看中国 2002年 沈阳陆军总医院一名军官亲口告诉自己 他检查身体是被告知 很快就可以挑一个健康的肾脏 保质量是法轮功学员的 但是后来那名军官因为身体太差 上不了手术台 没做器官移植就死了 那名军官活着的时候 曾非常严肃的警告郑志 你走得越远越好 这件事你知道了 太危险 2005年 郑志在北京听一位中共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信讲 湖北公安厅后花园的地下 关满了练法轮功的人 有成人也有小孩 全是为气光库预备的 郑志说 尤其活摘法轮功局员器官 对于军方和官方都不是什么秘密 尤其是触及以上的干部 加上军队又是比较一个独立而又隐秘的单位 他们很早的时候 在2002年时就几乎已经都知道了 郑志还指出 2002年时活摘器官是江泽民下令 由610操控的沈阳陆军总院负责具体实施 有一个沈阳军区的军官说 这个肾移植在全国范围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那时候我去看他 他亲口告诉我 这是个群体灭绝性的运动 这个器官来源就是法轮功学员的脏器 主要的执行单位就是军队 我刚才讲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容 大家在网络上都是可以查到的 特别是这个郑志先生 有他本人的照片和他亲口讲述的录音 大家应该可以意识到一个问题 没有人为了撒谎 为了造谣 会以真名实姓 公开自己身份的方式来做 也就是说郑志先生的这份证词 非常的真实 讲述这些呢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我们也想唤醒每一个人的善恋良知 让咱们一起共同解体中共这个恶魔 让百姓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否则的话 在中共的统治下 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大家想 连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这种高官 在中共的体制内都可以说消失就消失 何况是你一个平头小老百姓呢 中共让你消失 不比碾死一只蚂蚁都容易吗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如果您有意愿向我们捐助的话 视频下方也有捐助链接 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新闻看点的会员频道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长久的维持运营下去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